499一定神 三大陷阱告诉你 电信三雄499方案 堪称历年最佳优惠 甚至直逼过去千元以上等级资费方案 不过其中也暗藏一些陷阱 有周刊爆料 根据电信内部员工说法 低资费高资费用户 同样都是不限速上网吃到饱 业织口会透过内部助记方式 区分不同等级用户 正常状况下两者无差别 但只要人多的时候 或是地点热门 相较其他高资费用户 499低资费用户 防速空打折扣 不过各大电信业者都否认 这不可能发生 只要合约里没有标注都不会限速 但依照现行技术 确实可以做到限速 电信三雄都有在人多的公共场所 交通据点部件WiFi热点 舒缓电信讯号上网用色情况 以往多数业者在中高资费方案中 都提供用户免费使用 但这次中华电信台湾大哥大推出的499专案内 并没有包含热点 仅远传有 若过去申办自费 有包含WiFi热点服务的民众 要先把手机里预设的账号密码移除 以免自动连上后衍生出其他费用 近日不少3C达人试算 各加499方案违约金 发现中华电信解约金 前半段竟会逐月攀高 到第15个月还高达8625元 金额比把剩下月租费缴完还高 至于台湾大哥大 第一个月违约金也高达5846元 在主月下降 原创则是第一个月2971元 之后主月下降 通讯行业者提醒 解约是依照实际使用通话费优惠计算 上述试算是以用完的情况计算 如果平常都没打完 违约金会再低一些 苹果欢信15周年 送你百元7米券 再抽10万现金大奖 还有2018世卒冠军赛门票 现在就下载台湾苹果日报APP